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关于能够放多少随葬品都有严格的规定 得按照身份来 不然呢一旦阅志做了不该做的 后果绝对非常严重 那么数千年来真的没有人敢阅志吗 在著名的西安博物院 那里宝贝无数是精品如云 而在他的镇馆之宝里边 就有一对唐代彩陶俑 一文一武做工精细是栩栩如生 关键是两个陶俑的形体特别的高大 身高达到了六十厘米 六十厘米高的陶俑 这是什么概念吗 跟您科普一下 在唐代有规定 必须是亲王或者公主以上级别的 这样的权贵阶层 才有资格用这么高的陶俑来做随葬品 而且就算是亲王公主 那也不是人人都行 还必须很有权势 或者非常得宠 才可以 但是在西安博物院里的这对唐勇 可以确定 他并不是从亲王公主墓里出土的 而是从一个 从武品官员的墓葬里边出土的 从武品啊 老几位 上面还有一二三四好几个品级 一二三四上面还有超品的 离亲王公主的级别差得远着呢 他要用的这种陶俑陪葬 按道理用个十几二十厘米高的 就差不多了 哪里敢用六十厘米高的呢 难道说一个小小的从武品官员 居然敢冒天下之大不为 月至下葬吗 要说清楚这件事情 咱们还得把时间拉回到1991年 1991年的8月5号 西安市东郊坝桥镇的一个砖厂里 工人们正在忙碌地取土烧砖 突然哄的一声 推出几把地面给推出了一个大坑 在坑里边有什么呢 大伙定睛一看 哎呀 好多彩色的小人 看材质像是用陶土做生的 这些彩色的小人到底是什么 工人们也搞不太明白 但是直觉告诉他们 这应该是非常值钱的宝贝 毕竟这是在哪儿 西安哪 十三朝古都 地下埋着大量的古董 整座城市几乎就在古董上建起来的 所以当时 现场很快就被围得水泄不通 很多人都赶过来瞧个西旗 看个热闹 甚至还有人开始动手 枪宝物 幸好离此地不远的陕西省 吴京总队某支队得到消息 迅速赶了过来 维持秩序 与此同时 考古专家也文讯赶到了现场 当时呢 记得非常清楚 是天气下着小雨 我们急忙赶到了现场 这个木呢 由于是挖掘机 在退堵的时候破坏了 所以呢 到现在的时候就是 应该说是很惨 木是呢 都快到底了 只存了 好在呢 我们经过庆的情况 木倒还在 当时一看现场这情况 古木被破坏非常厉害啊 专家们立马就决定 马上开挖 进行抢救性发掘 结果这一挖就发现 推土机推出来的是 是一座小型的唐代墓葬 它由墓室 涌道 三个天井 以及东西两个小堪组成 属于单式方形土洞墓 从这座墓的形质和大小来看呢 专家初步判断 它应该只是一座普通的 属于唐朝中下阶层官员的墓葬 而接下来的深入发掘 也证实了专家们的判断 因为在墓室的入口处 很快就找到了墓主人的墓志 这个墓志啊 那是最能够证明墓主人身份的东西了 那么在这座古墓的墓志上 到底写了些什么呢 咱们一块来看一看 在墓志上写明了墓主人的身份 此人名叫于尹 是唐武州时期的人 也就是说他是武则天手下的人 当过昭散大夫和蜀州司法三军 按照唐朝的官职品级划分呢 这个于尹就是一个从武品的官员 地位不算高 只能算得上是中下层嘛 专家的判断很准吧 不管是墓葬的形质大小还是墓志 都证明墓主人身份不是特别高 这通常呢也意味着 这古墓价值也不是特别高 但是 于尹墓里随后出土的东西 却不断刷新着专家们的认知 一次又一次让他们是瞠目结舌 死活都想不明白 你听听这用词 死活都想不明白 怎么回事呢 墓里边出土了哪些东西呢 首先就是咱们前面提到过的 精美的陪葬陶涌 在唐朝对于随葬品的大小 有着严格的规定 唐六点当中记载 凡砖瓦之作平否之气 大小高下各有成准 凡丧葬则供其名气之属 弹马偶人其高各一尺 偶人就是陶涌 而在唐代一尺大约相当于现在的三十厘米 也就是说唐朝的随葬陶涌 顶多就是三十厘米高 可是在鱼饮的墓中 出土了一百五十多件陶涌 很多都超过了三十厘米这个标准 在这里除了我们节目一开始说的 那俩最大的陶涌 高达六十厘米之外 还有各种的骑马涌 比如说这个骑马纪月涌 还有这个骑马狩猎勇 还有这个骑马鼓吹仪仗队涌 他们的高度都在二十八到三十七厘米之间 都超标了 目前所知的唐代的出土陶涌中 我就认为不光是我 就是好多专家也认为 他是代表了唐代出土陶涌的最高匪平 为什么是这样子呢 一个是要从陶涌的发展的本身的历史 再一个就是从唐代这个社会发展那个背景 专家们说了 以前也有过唐朝大墓出土同类型的陶涌 比如说唐朝永太公主的墓 还有唐朝会装太子的墓 都出土过陶涌 可是他们一个是太子一个是公主 却都没有鱼饮墓里的陶涌个高 你说这个鱼饮 它无品还是从无品 是不是越智了 当然是 好 先抛开陶涌的高度 不谈 咱们先来研究一下 陶涌的造型 也有很多地方不对劲 咱们来看这个骑马纪月的女泳 看清楚啊 她的头上戴着一个色彩鲜艳的孔雀头饰 造型十分独特 那么这个孔雀头造型意味着什么呢 跟您说明一下 孔雀的羽毛在唐朝除了身份显赫的女子之外 就只有皇族仪仗队才能够佩戴 再来看这一组骑马狩猎勇的造型 外行看不出来 内行一看就知道 这表现的是唐朝皇家狩猎的盛况啊 皇家仪仗队 皇家狩猎队 能够用这样的皇家造型陶涌来陪葬 那么这个墓主人自然也应该是皇族中人才对啊 而于尹呢 不过是一个小小的不知一提的五品官员 是吧 这样的人哪里有这么高等级的陪葬品呢 借他一千个胆子 他也不敢这么做 不然你给他安上一个犯上作乱的罪名 那都不为过呀 可是怎么解释这个墓里的怪事呢 就在专家们苦思冥想的时候 墓里边又出土了一件明显悦知的东西 也正是这件东西给专家们提供了一个 崭新的思路 那么究竟是一件什么东西呢 不要走开 下节接着说 皇家高档陪葬品 惊献从五品官员墓中 背后究竟有何原因 珍贵的陪葬御医 为何只找到一件玉附面 其他部分去了哪里 经典团集正在为您解密 前面说了 在唐朝鱼尹 我还要加一个定语 在唐朝中夏级官员鱼尹的墓里边 出土的陶涌 不仅高度超标 造型也是皇家的造型 对于鱼尹这个从五品官员来说 明显是悦知的 可这又实在是让专家们想不通啊 它真实存在啊 你说就算是一个地方官员 想要偷偷地跃制 他也不敢超越这么多呀 到底怎么回事 好 咱们再接着来看 鱼尹目里边出土的其他东西 这是一些细小散碎的金饰 他们做工精细造型独特 使用的工艺呢 也非常的有特点 属于当年在西域很流行的一种加工工艺 叫做金框宝电工艺 这些个细小的金饰是用来干嘛的呢 咱们来想要东西 这是一顶唐朝皇族才能带的金棺 这顶金棺出土的地方 离于银木不远 只隔了几十公里 而他的主人据考证 是一个名叫李锤的古代美女 那这个李锤什么身份呢 她是唐高祖李渊的第五代后人 正宗的皇族后裔 专家们通过对比 发现在鱼尹目中出土的细小金饰 跟李锤目中出土的金棺上的饰品 有着很多共同之处 他们认为当年鱼尹下葬的时候 墓里边应该有一顶一模一样的金棺头饰 只不过因为时间的流逝 被风化或者说其他什么原因 鱼尹目里边的金棺 就只剩下了细小的金饰了 当然了 金棺到底因为什么原因消失的 已经没有那么重要了 因为专家们更加关心的问题是 鱼尹这样一个从无品的 中下级官员的目里边 为什么会用到皇族专用的金棺 来当陪葬品 还有金棺是女子的头饰 而从墓制当中可以看出 鱼尹是一名男子 他怎么会随葬一件女人用的用品呢 又是皇族 而且还出现了皇族女性用品 实在让人觉得讶异 咱们把这个事情先放一放 再来看看鱼尹目中 另外两个巨大的一点 第一个就是一个诡异的人影 考古人员在涌道的壁画上 发现了一个诡异的人影 这个人影跟其他的画像比例不符 甚至还与其他的壁画重叠在一起 那么这个人影画的是谁呢 会不会跟墓主人有关系呢 暂时找不到答案 但是另一个巨大的疑点 却给专家们带来了新的思路 在清理主墓室的时候 考古队找到了一个实质棺果的残骸 经过鉴定分析加上电脑复原 专家们得出了一个结论 在这个墓室里边曾经有一个石果 而石果这个东西 在唐朝的墓葬制度当中 可不是随便什么人都能用的 专家们知道石果呢 只有太子 公主 亲王 还有少数的开国元勋才被使用的 可它却出现在了鱼尹的墓里 这说明什么呀 有人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推测 说从超标陶勇 还有皇族女性佩戴的金冠 以及实质棺果来看 墓里边应该还葬了一个皇族女性 而墓道壁画里那个神秘的身影 画的应该就是这个皇族女性 那么这个大胆的推测对不对呢 就在发觉还起 他一生经历了初唐的种种变故 最后在盛唐时期 才以71岁的高龄去世的 那个年代71岁真不容易啊 人生七十古来西嘛 他在去世的时候 已经是唐玄宗李隆基的姑奶奶了 对于姑奶奶 唐玄宗当然要后葬了 虽然限于合葬这样的一种方式 无法将墓室扩大 但是石果金冠超高规格的陶勇 那肯定是一样都不会少的 金箱下的墓志有明确记载 就是合葬这地方 那毫无疑问 就是说金箱下主死了之后 是把鱼饮这个墓开启了 然后把这个墓重新修饰了一番 把壁画残掉 因为壁画非常明显 因为我们发现了两层壁画 原来残动的痕迹都在 然后给金箱下的墓又配上石果 然后重新把这坎里面的东西 重新去放置 所以就形成了我们发掘的这个情况 并不是月智 而是沾了老婆的光 有资格享受这种超高规格的墓葬了 那么除了鱼饮 还有没有人在死后月智的呢 当然是有的 不过这一个月智的古人呢 他并没有超标 他不是超标 而是以低于正常的标准下葬的 这也算月智了 到底怎么回事呢 您接着我想看 那是1995年6月的一天 山东大学考古系的人教授 突然接到一个电话 电话里边传来了 长青县文物局局长焦急的声音 文物局局长说呀 县里边双汝山村的村民们 在开采石头的时候 在双汝山的石层里边 发现了类似人工开凿的石壁 想请人教授去看看 是不是发现了古墓 任教授一听这话 立刻就来兴趣了 双汝山他知道啊 在当地也算是一大著名景观 造型独特 远远看过去 就像是女性的两个乳房 古人下葬 特别是有身份的人下葬的时候 都要找懂行的人看风水 而像双汝山这种造型独特的地方 往往会让人觉得风水不错 可以让子孙后代更加的香火旺盛 兴旺发达 所以在双汝山这找到古墓的可能性 还真是挺大的 话说当时 任教授撂下电话 就兴冲冲地赶到了双汝山 到了地头一看 果然 现场的两段石壁 很像是人工开凿出来的 而在石壁的中央 还有一条通道 根据多年的考古经验 任教授判断 如果这个石壁是人工开凿出来的话 那么它应该是一座古代大墓的墓道 基于这个判断 任教授很快就找来考古队对这进行抢救性发掘 这一挖就发现 这儿的确是一座古墓 而且墓主人的地位还很高 为什么呢 因为这座墓的墓是在地下22米深的地方 22米大约相当于今天七层楼的高度 拥有如此规模的墓葬 墓主人的地位肯定不低 再一个 墓里出土的文物也不得了 考古队先后挖出了七匹马的骨骸 和几辆马车的配件 你看这些马车上的事件 都是流金的青铜器 虽然埋在地下不知道多久了 但是到现在仍然是金光闪闪 一看就是宝贝 不过 让任教授他们兴奋的 并不是这些金士 而是什么呢 是这些马车 根据马车的形式特点 可以判断出这座墓 是属于西汉时期的一位诸侯王 因为在汉代 只有诸侯王以上级别的墓葬 才有资格用真车马来陪葬 而从以往的考古经验来看 伴随着西汉真车马一起出土的 往往有一种价值连城的宝贝 什么呀 玉衣 这里简单介绍一下 玉衣是汉代皇帝或者诸侯王下葬时所穿的丧服 它是用玉片做成 因为汉代人认为玉可以防腐 觉得穿了玉衣之后尸体就可以不腐朽 咱们中国最早发现的完整玉衣是西汉中山竞王刘胜和夫人所穿的金绿玉衣 而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呢 在汉墓当中发现的玉衣已经超过了十件 比如说这件现藏于广东省博物馆的金绿玉衣 就用了2291块玉片 外形与人体形状基本一样 在它的躯干部分使用了麻布衬理 还垫上了丝卷 整件玉衣看上去 设计极为精巧 做工也极为的细致 任教授和考古队员都在期待 这一次会不会也出土一件玉衣呢 他们在打开双汝山汉墨主墓室之后 开始小心翼翼地继续往下清理 随着一层层泥土被除去 慢慢接近尸骨的时候 突然一个类似于鼻子的玉石出现了 周围的人开始兴奋起来了 大家认为这就是玉衣的一部分呢 就是脸上鼻子这部分 在考古队用竹签不断剥去泥土之后 地面上逐渐出现了一个 用玉片做成的像人脸一样的东西 仔细看还能看出五官的样子 这会不会就是玉衣的一部分呢 没错 在场的专家都认出来了 这正是玉衣的一个组成部分 叫做玉腹面 是用来覆盖死者面部的 而双汝山汉墨出土的这件玉腹面呢 长20厘米 宽23厘米 厚2.9厘米 所有用于连坠的穿孔 都隐藏在玉腹面的背侧面 做工极为精巧 而且它的鼻罩由一整块玉石雕刻而成 上面装饰着云雷纹 鼻罩下端雕了两个三角形鼻孔 专家说这是至今为止 所有出土的玉腹面中最为精致的一件 但是您注意这个啊 虽说这是最精致的一件玉腹面 可是考古队在这件玉腹面的周围 却找不到跟他相连的其他玉片 什么意思啊 也就是说这座双汝山汉墨的牧主人 按照他的身份来说 本应该穿一件完整的玉衣 头部有玉腹面 手脚和躯干上也应该有玉片的 可是眼下却只剩下了一件玉腹面 这到底是为什么 最精致的玉腹面 为何没有玉衣相配 千年前一场怎样的恩怨 让一代诸侯王无法用玉衣陪葬 经典传奇继续为您解密 前面说了山东长青双汝山 出土了一座西汉古墓 里边陪葬了真车马 按规格呢 这是一座西汉诸侯王的墓 可是奇怪的是 墓里边只找到了一件玉腹面 并没有出土完整的玉衣 这件怪事当时让专家们 是百思不得其解 因为它这个级别 它躲离了一件 整床情况下 拿着喊得一件 那种挡着来讲的话 那么它是一个王的骨头 那么因为就是玉衣 这种情况呢 在四十千里过 仅仅是因为玉腹面 它比较是比较低的 任教授的话我来解释一下 它的意思是说 西汉的古墓也有仅仅陪葬玉腹面的 但是那是规格比较低的 而双汝山的这个既然是诸侯王级别的 又出了玉腹面 那按道理是必然会配备全身玉衣的 这就是蹊跷之处了 随葬品不超标 反而降低了标准 也算是悦智了 可为什么要悦智呢 关于这个问题 专家们觉得 还得从寻找牧主人的身份来入手 话说当时专家们发现 由于年代久远 牧主人的尸骨已经腐朽成了粉末 但是这并不妨碍查找牧主人的身份 因为在木道中部 考古队发现了两段用碎石头雷起的矮墙 而在矮墙的中间呢 还流出了一条通道 看上去 这两段石墙应该是建在木道上的门户 我们想木权门权嘛 它是木道新的一部分 但是它没做完 木道木道 康处结束 而且那个木道里面 底部很多砍下的石头和石块 都来不及晕出来 都放得 底部就 你等到片下就能使用了 从双汝山旱墓的情况来看 还没等它建造完成 墓主人就匆忙下葬了 这就给专家们寻找墓主人的身份 提供了线索了 为什么呢 因为在汉代啊 诸侯王都是头年即位 第二年就开始修墓的 墓一般都是提前设计好形制和规模 然后开始动工 最后再进行细致加工和装修的 整个墓的修建 会持续较长的事件 直到诸侯王去世 而双汝山汉墓主人没有等到墓修完 就仓促下葬 只能说明一件事情 他呀 暴毙 突然去世的 而在西汉时期呢 突然去世的诸侯王有谁呀 专家们通过查阅各种文献资料 在进行仔细比对之后 认为双汝山这座墓的主人 就是西汉时期的纪北王刘宽 公元前178年 西汉皇帝汉文帝把现在的济南长青一带 封为纪北国的领地 纪北王是这里最早的统治者 这个王位呢 代代相传 到了汉武帝四年 刘宽坐上了纪北王的王位 结果没过多久 他就自杀了 为什么自杀呢 根据汉书记载 是因为刘宽用木头 叼成汉武帝的模样 每天用针扎他 还用恶语来诅咒 这事传到了汉武帝耳朵里以后 汉武帝又下令把刘宽 押往都城长安问罪 而刘宽呢 一听说要被押往都城 立刻就在家中拔剑自杀了 这就是刘宽木 为什么没修完的原因 他死得太突然了 同样也因为他是畏罪自杀的 所以汉武帝才给他的墓 降了规格 只准他用玉覆面陪葬 不准穿玉衣 当然了 这一切都起源于刘宽 刁小人还诅咒汉武帝 那么他为什么 如此之痛恨汉武帝呢 说来你可能不信 居然就为了一个 小得不得再小的事 下棋争个输赢 史书记载 早在汉文帝初期 刘宽的叔祖父刘贤 到都城长安朝见皇帝 汉文帝吩咐当时的太子 也就是后来的汉景帝刘启去接待 没想到就在下棋的过程当中 刘贤和刘启两个人却发生了剧烈的争执 当时的太子刘启走错一步棋 小鬼棋 而刘贤呢 争强好胜 死活不让 这就惹怒了太子了 你这不是博我的面子吗 这点面子都不给我太子 暴怒之下 太子刘启就拿起棋盘砸向刘贤 不料这一砸 就砸到了刘贤的头部 刘贤因此很快就伤重而死 刘贤一死 自然就引起了 纪北王家族的强烈不满 都觉得这皇上他们家太不地道了 就这么点小事就把人打死了 所以刘宽就是从这个时候开始 恨皇上一家人的 到了后来 刘宽自己当上了纪北王了 汉武帝刘彻又颁布了一个推恩令 开始削弱诸侯王的实力 刘宽一看 自己跟祖先相比啊 封地面积减少很多 财富和实力也大不如前 这就更加的不满了 于是他就叼了个小人 诅咒汉武帝 天天用斟扎 这件事情直接导致刘宽后来被逼自杀 还失去了诸侯王的墓葬规格 因此他死后啊 汉武帝没有批准他 穿玉衣下葬 只能用一件玉覆面 你看这就是刘宽木降低规格 越智的真相 怎么说呢 千年前的恩怨往事 能够在一座古墓上得到印证 这也许正是考古的魅力所在了 好了今天节目就这些了 关注栏目官方公众号 江西卫视经理传奇 扫描屏幕下方的二维码 你不仅可以观看 往期精彩节目的视频 还可以参加各种线上线下的活动 咱们下期节目再见